通勤組權益 講清楚說明白 9026是僅次於1815 在安樂區最大的通勤路線 最高以前在疫情之前 每天是2200人在坐那台車 也就是有2200個家庭 跟這條路線有關 服務品質下 這個12月我們才知道 可是大家都很擔心 佩祥副議長在問候這些通勤組 我去的時候大家都很擔心 但是現在原路線 不是就已經跳票了嗎 所以我們在這邊 請他們出來踹共 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不是答應大家 要維持原路線嗎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他們絕對不能閃躲 在記者會現場 副議長林佩祥 跟國民黨紀錄市長候選人謝國良 先用一段影片來說明 跟業者電話詢問的過程 得知可能在12月1號 9026就會更換路線 喂 大家好 喂 你好 我是我想請問一下 我是在南港車站坐車回基隆 搭9026回基隆的那個通勤組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你們12月1號之後 然後到南港車站還有這一站嗎 我們到時候開始營運的時候 是沒有南港車站的一段 我們就到南港展覽館 蛤 所以我要跑去南港展覽館的車喔 等於可以從南港車站坐一站監運 做捷運過去啊 哦 做捷運過去喔 對對對 做捷運過去其實是會陪你大公車快遞 哦 所以你們是12月1號嘛對不對 沒有 我們是12月1號才會接受 啊 我問一下未來月票哪裡買 月票的部分我們這邊還沒有公告 哦 好 好 那我知道了 哦 沒有 喔 那他說沒有月票 沒有月票啊 對 蛤 哦 好 那我知道了 OK 我順便問一下 那那個 你們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那以前人家傳聞說 以後就直接一高 汐止交流道一路塞過來到南港 這是真的嗎 汐止交流道 到南港 就是說以後那個 我們不走三高 以前9026都是南港那個 南港展覽館之後走三高 那現在就直接走 走一高直接上汐止是真的嗎 我們有汐止有停好幾個點 哦 是哦 對 所以說你們不會照三高 你們會一高一直一直 就是那個上班的時候 從汐止交流道下來 然後一路走到南港就對了 對 因為我會天涼電視拍 然後附信辦電 我們可問我們到達人在吃飯 OK 好 那我知道了 好 謝謝 謝謝 至少10月31號 剛好我想打個電話去問 然後出來的結果居然是說 砍站 跟換路線 大家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去塞車 變成是說 未來 不只是說你砍站之後 那邊後車的環境其實非常不友善 每天250人在那邊等車的時候就已經 非常非常急了 未來那邊是500個人的時候 我不清楚 我怎麼樣去跟這些 那些安樂區的等車民眾說 市政府有答應過 我不會換 不是說不改變路線嗎 為什麼路線改變了 說也不說一聲呢 有啊 有要說啊 什麼時候說 選後再說 國民黨 基隆市長候選人 謝國良 跟副議長林佩祥 呼籲主管機關 要站在通勤族的立場 來要求9026業者 不要讓通勤族上下班 變得越來越辛苦 記者黃日生既有報道 講清楚說明